有客户说 他家里有4台空调要卖掉 我出了2000块钱 你们来看一下到底值不值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空调 这个空调看的还是蛮新的 品牌是合力的 这边是他的型号 26的 这也就是一匹的 外衣在这里 一匹的 它的生产日期是2020年的 还有这台空调 是个美迪的 也是一匹的 生产日期是18年的 还有这台空调 是护腰浦的 外衣在这里 有点脏 这台应该是一匹半的 这是12的管子 日期这边也没写 不过这个空调 估计花 有10年左右了 还有这台空调 是个TCL的 这里写的信号 是两匹的 直接把这个管子给它拆掉 因为这个空调坏掉了 基本上没用了 当废品了 原来以为是铜管 没想到是铝管 这管子又不值钱 就把这个TCL的粘皮内积拆下来 像这种粘皮内积还是挺宽的 这是粘皮的外积已经拆下来了 再来拆这个护腰浦的外积 这个外积本来就是坏的 启动不起来了 所以说直接把管割开 直接放掉 空调的低脚螺丝全部给它切割掉 内积拿下来 这个隔离空调也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空调看的比较新啊 所以这个管子要慢慢拆 挣钱不挣钱就靠它了 再来把这个外积拆掉 这个空调比较新 螺丝也比较新啊 所以说我们用手机把它拆下来 好了 这空调全部都拆下来了啊 这边还有个机器 还有两件事呢 就这个隔离空调蛮新的 还有这个美丽空调也蛮新的啊 你们觉得这个钱花的好不花色